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天想和大家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周庭和黃之鋒很大機會 需要在監獄裏度過他們的生日和畢業典禮 究竟為何 什麼一回事 待會和大家講一講 第二件事就是文潔要爆一爆 黃之鋒的父親打算賣樓 原本昨天文潔說有爆 其實就是這件事 不過同一時間已經有記者說了出來 但是記者和坊間的報道 其實都報道得非常片面和非常小 文潔就有一些獨家的資料告訴大家 究竟是什麼呢 文潔會和大家講 為什麼他要賣樓呢 他賣的是哪一層樓呢 還有他究竟什麼時候想賣樓呢 他賣樓的原因是什麼呢 待會和大家講一講 第三件事就是 手足居然是反攻蘋果 還說要令到蘋果倒閉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待會和大家拆解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首先就要講一講 黃之鋒下個月初就去到 應該要去到大學就行這個畢業典禮 就是公開大學那裡 在昨天的時間 黃之鋒已經在Facebook社交平台說 收到公開大學畢業典禮的入場票 而舉行的時間就是12月4日的時候 舉行畢業典禮 不過他說很慘 因為人生一次的大學學士畢業典禮 他還說未必可以順利參與一生人僅得一次的大學學士畢業禮 他都知道 他不會再讀第二個學士 很可能他覺得自己讀不成書 讀不到 或者讀得很辛苦 不想再行 不想再考 不想再讀 否則你不會認為大學是只有一次 文傑也行不止一次 因為他說1月23日的時候需要上庭 而這個案件已經進入判刑和結案階段 很大機會需要還押 究竟他現在是11月3日的時候 有什麼罪名在身呢 根據警方的資料看到 他在警總的示威遭受起訴 就是煽動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還有組織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一共組織 煽動和參與三條罪 這三條罪已經不讓他離開香港境外了 一定要留在香港境內 所以第一 令到他不可以去到外國 第二 因為11月23日他就要接受一個審訊 很大機會去到還押的階段 所以令到他很有機會走不了 他說他人生僅得一次大學學士畢業禮 他說他人生僅得一次大學學士畢業禮 可能真是唯一一次 他已經在拘留所 例子國收容所 就要在監獄裏面 收容所去考末期考試 他說監獄之前沒有再安排在囚人士行畢業禮 你怎麼走 難道你在監獄裏面穿一件畢業袍 然後在監獄的監獄裏面 自己拍畢業照嗎 貪好玩嗎 你穿囚衣給畢業袍 不會的 他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經歷 是一般人經歷不了的 可能他想在獄中行一個畢業典禮 沒有人經歷過的 他想的思維也很厲害 一般人想不到 因為一般人很少想到在獄中行畢業禮 一般人比較少入獄 他還要在Facebook中呼籲他公開大學校長黃玉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要去鹽田看守所 探望公開大學的學生 因為裡面有一個十二門徒 之前是偷渡去台灣失敗的其中一個人 叫做張進庫 他原來是公開大學的學生 呼籲大學校長去探望他 但問題是 這個張進庫 有沒有興趣被人探望都是未知之數 你為什麼要騎劫別人的意願 這個人真的有些問題 他的思維上面 第二件事就是 有一些媒體爆發 黃之鋒的家人 放售可疑半島的三房單位 低市價的一成放售 就是980萬 其實他有什麼目的呢 以及什麼時候開始放售呢 其實 文傑很早之前已經想爆發 但是因為很多法例的原因 文傑需要避免 所以到今天為止都在找機會爆發 找什麼機會呢 就是報章爆發了一些資料時的機會 首先一件事 大部份的報章雜誌 以我找到的資料 都沒有說他可以半島是多少室 可以說有多少座 還是13座 衣室 但是多少樓呢 高層單位而已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30樓以上的 還有就是什麼時候開始放售呢 就是文傑之前爆發 他在國安法的期間 然後偷偷的螞蟻搬家搬走 搬去一個什麼地方呢 我想都可以爆一點點 據聞 資料來源不便透露 但是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大家自己想想 據聞是南交叉的地方 一個蠻豪華的地方 豪宅地段 以我所知就是搬去這個地方 去到居住 同一時間就立即 在7月份國安法實施之後 立即放售這個海宜半島 30樓以上的一個高層單位 不是高過30樓很多 大家自己想想吧 放售了這個高層單位 其實他有什麼用意和目的呢 那時候就希望 趕快放售他 然後逼朱鋒走資 第一要走資 第二要走 離開香港 不想再留在香港 因為他們怕黃之鋒 如果現在不走的話 就日後都沒有機會走 因為很可能要在獄中 就過幾十年了 結果就說走不了 即使他現在賣到 大佬11月你才賣得到 其實警方早早知道這些消息 令到他不讓他走 因為第一件事他犯了很多不同的法例 法庭上也有一些比較好的官員 令到他不可以再保釋這個動作 令到他走不了 所以就說 黃爸爸第一件事想賣樓 為什麼想賣樓 就是希望趕快走資 然後逼朱鋒走去外國生活 因為怕他被捕之後 入獄坐牢很久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走資的原因 都是因為你再不走 可能全家都走不了 這些都是居民而已 什麼時候放售 就是在7月的時候放售 這些資料大家都可以仔細想想 仔細嘴嘴 以及可以去求證 說了黃之鋒 和黃之鋒爸爸 文傑就說了周庭 為什麼文傑剛才會說周庭 因為周庭其實在12月初生日 但是在他生日之前的一天 他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他需要上庭 周庭要上庭 上庭做什麼呢 就是去接受審訊 而今次的審訊 在他生日前一天的審訊 文傑知道他很大機會 會即時還押 不可以再作出一個保釋 所以就說黃之鋒要在監獄裡 就要在監獄裡度過他的畢業典禮 而周庭就很大機會要在他的獄中裡度過他自己的生日 可能他自己也知道了 所以他故意先唱歌 祝福一間零售商店 但被祝福那間零售商店好像很嚴重 現在很多人都說不光顧他 周庭也幫到忙 我祝願他們 希望突破他們自己的一切經歷 可以在獄中裡度過他們自己的畢業典禮 和他們自己的生日 祝願他們真的有一個美好精彩的人生 這件事是楊岳橋告訴他們的 再說一傳媒集團 一傳媒集團在昨天公佈他們的中期業績 截至九月底之前的中期業績 期內的虧損達到1.45億 但已經比上年同期虧3.5億為之少 原因是網上的訂閱收入大幅增加 抵消了很多數碼廣告支出 同一時間集團在香港政府提供給本地企業的 一個疫情資助計劃當中補貼了很多 即是說香港的保就業計劃 你批了給肥佬禮救了他一命 原本他要虧很多錢 可能要虧多一倍 虧3億也不頂 今次香港政府就幫了他 截至於2020年9月30日 蘋果日報的香港登記會員有380萬 裏面有給錢的人有多少 就是63萬 你們不是說200萬人加一嗎 200萬加一嗎 為何給錢的只有63萬人一訂閱 不是說收很便宜的嗎 別人一個老師 中籌而已 籌一籌也有600萬 給人也不是給那麼少 你只有63萬人 還要長期支持 你不是長期支持的嗎 這個真的搞不定 你們不是齊上齊落的嗎 重點就來了 原來就是 他們很多手足不滿蘋果日報 說要和國籍 取消訂閱蘋果日報 為什麼呢 因為蘋果日報第一件事 就是轉向 明明是攻擊拜登 就變成攻擊特朗普 很免意擦回拜登的鞋 安撫回他 摸回他的頭 把鞋子擰乾淨 令很多手足非常不滿 第二件事就是 蘋果日報出賣手足 將手足資料和手足案件曝光 爆出來說他繼續做手足新聞 他一直都是吃人血饅頭 你第一天才知道嗎 這群手足 所以就要繼續取消訂閱他 甚至反攻他 圍堵他 不要再訂閱蘋果日報 不要再看蘋果日報 搞到蘋果日報很窮 窮到要賣美心廣告 美心麵包的廣告 搞錯 第一件事就是他鼓勵手足吃美心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這些吃人血饅頭的人 都是這麼無恥 還有這些企業 鄭松泰又吃美心西餅蛋糕 蘋果日報又去賣 幫美心西餅賣廣告 我都不明白他們究竟是什麼心疼 什麼目的 你們的骨氣去了哪裡 還是你們一直都是向錢看呢 所以這群人 大家買多些花生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花生將會大幅飆升的價格 到時你們想買都買不到 很多人都說香檳也斷貨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手足就看到 蘋果幫美心賣廣告 說他是叛途 更加要取消他的訂閱 但是手足 我想說你是因為訂閱了他 然後你才可以在裡面看到 蘋果賣美心的廣告 手足我想提醒你 你自己都未取消訂閱 麻煩你先取消蘋果日報的訂閱 你以後就不會再看到他任何假新聞 因為不同的原因 第一件事就是他為了良知而出賣手足 第二件事就是他轉向180度大轉向 特朗普 第三件事就是他幫美心賣廣告 所以種種原因就是和蘋果日報割借 還有不想再看任何蘋果日報 怪不得這輪文傑的頻道 就多了一些小黃人出現 也好 你們多聽聽文傑說的話 可能對你們有更多的看法 看法和令你更多的看法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各位手足說得出 做得到 杯葛蘋果 令他倒閉就靠你們的出一份力 好啦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接下來就會有短劇推出 希望大家可以鼎力支持 幫忙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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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